說一下感想吧 客家人在做客家人應該做的事情 叫做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來到新竹 的內灣 這一個是叫做內灣老街 然後新竹是靠近這一個 是山城嗎 就是很多山區 很多山區 那我要謝謝我這位台灣的朋友 帶我來逛 在我後面呢 就是這一個 新竹的內灣車站 是一個老車站喔 這是野薑花粽 這個是野薑花粽 客家人的美食 雷棍 雷一個東西的棍 黑白芝麻 這個是綠茶 這個是綠茶 說一下感想吧 客家人在做客家人應該做的事情 叫做 所以說客家人做起來還蠻順手的 都是這樣子 臭屁啊 OK 我們剛剛呢 就磨完了這個芝麻 然後芝麻已經出油了 然後很細了 然後我們就倒這個茶葉 這個綠茶葉進去裡面磨 所以說這是我第一次 做這個 下手做這個擂茶 還不錯的一個體驗喔 芝麻 跟那個花生呢已經磨成 磨到出油了 所以呢 這個 會有一點點的 亮亮的 因為那個油已經出來了嘛 這杯呢就是磨好 然後做好了的這個 擂茶 這是冰的擂茶很好喝喔 它就像一杯 有芝麻香的綠茶 它就是一杯很好喝的飲料 一顆顆的那個顆粒是 米果 米果 很配喔 這個地方是在內彎 這樣我們的講法是 你搭火車去到這個新竹 再轉去這個 內彎車 美彎車站 OK 現在呢我在這一個台灣的關係正 新竹的關係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 番茄農場 所以說你在這裡呢 你可以自己採這個番茄 你採多少就付多少的錢 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什麼 不行 我還不錯 所以有事 快 不要採訪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